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欢子 走进千春万户 现在在湖南长斗石门县 今天兵哥带我来捡这个山楂 它熟了就会掉了吗 熟了就掉了 它有点像那个蹄吧 好黄的你看 味道就倒背了 蹄巴甜甜的 这个酸酸的 我先吃一个 为什么我们吃的那个冰档葫芦是红色的呢 我也吃到过这种 有这种黄色的冰档葫芦吗 但是我们吃的那冰档葫芦 那里面好像是红色的 但是那个红色的 外边那个红色的 一般都是抗一泡蛋 这个味道就是 冰档葫芦一样的 里面有点带一点酸酸的 挺好吃 还要来一手 都说冰档葫芦 都说冰档葫芦 胡懒而酸 都说冰档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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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冰档葫芦 这些都是衍生的 你看上面都有虫皮都有哐铺 全摆染浴食视频 它掉的地上好多好多啊 那确实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最爱捡的一种山章 小时候放学了就捡这个东西吃 那时候家里穷嘛 就是喜欢吃这个 就是当那个野狗的 这个我今天也来吃一个 就是这样搞一下 像小时候一样 跟那个药店买的山楂片是一样的味 酸酸的 小时候觉得挺好吃的 今天觉得没有 好像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 用现在富裕了 还有好吃味 是不是甜甜的酸酸的 嗯挺好吃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